火腿是烟辣界的巅峰 毕竟每一条优秀的美腿背后 都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那么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帕尔玛火腿 是怎么制作的呢 这家工厂每年可以生产800万个火腿 而制作帕尔玛火腿的猪客不一般 他们平常吃的食物都是定制的 国务饲料里面加了从帕尔玛奶酪中提取的乳气 这样有助于提升火腿香醇的味道 当它们长到320斤的时候 就要为美食而献腿 这些肥美的枇杷形猪后腿 会通过这台挤压机将肉里面大部分的血液和水分挤出来 这样猪肉就不容易发臭 至于剩余的水分将会用盐腌制的手法来处理 银和抹盐很简单 其实是有诀窍的 如果颜量没有控制好 就会影响火腿的品质 这位腌肉专家有几十年抹盐的经验 他会在火腿的关节和顶端部位抹上更多的盐 顺带给它做个全身按摩 使其更好的吸收盐分 这样能起到防腐作用 接着火腿会被送到冷藏室 这里的湿度很高 可以减缓火腿的干燥过程 如果干得太快的话 火腿就容易变硬 冷藏室会时常调温 确保温差不能超过四摄湿度 从冷藏室里出来后 火腿会被挂在通风的地方 在静止三个月 在吸收窗外香草的芬芳之后 此时的火腿已经变得非常干饱 接着会在火腿的表面 抹上一层特殊的保湿油 它是由动物脂肪和黑胡椒混合而成 这样火腿腌制过后 还能保持软嫩的口感 接下来火腿会被送到空气少和光线不足的底窖 它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年来完成腌制 有的甚至腌制了三年之久 腌制完成的火腿 要比之前轻了30% 随后品管师会对火腿进行严格的检验 他用一根马腿骨做的坦针 插进火腿的各个部位 然后放在鼻尖闻一闻 就能知道火腿的气味对不对 最后合格的火腿 就会烙上正名帕尔马火腿的皇冠标志 价格因此也会翻上几百倍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